今天咱们看看凯特拉克全新的CT6换代了 那在整个造型上我们能看到 2018年凯特拉克发布过一款叫Escala的干件车 整个样子上就有那款干件车的影子 而且非常明显 对吧 非常的帅气 很科技 那这次在整个造型样子上 明显看到了钻石切割设计理念的一个逐渐演变 比如说整个大灯的样式 一个分体大灯 另外呢 中网造型上很宽 同时每个孔上都能看到微型盾的设计 这又是凯特拉克品牌元素的存在点了 还有就是大灯 它这是一款LD像素大灯 它可以根据不同的驾驶模式 不同的路况来自动调节照射范围 如果对面有车的话 会把影响对面的光束作为一个调整 可以说更加具有科技感了 那同时这个颜色 也是这次全新CT6新增的颜色 叫纳哈顿灰 往车上侧面看 整个车身非常修长 它的轴距是3109毫米 身长度超过了5米2 这个尺寸在目前中大型轿车这个级别当中 可以算是非常大的了 如果没有接受的话 轴距 长度都要比宝马5系 加上版还要再长了 几个细节 像是轮胎 未来CT6会有18英寸和19英寸 两种不同尺寸的轮圈 同时它会配备自修复轮胎 就是在轮胎内部 设有一层这种防漏胶质的 如果你轮胎被扎漏了 这个胶质会自己进行填补 看一下资料 只要这个孔的直径不超过5毫米 对于咱们日常行车就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另外开门方式上 它采用一个电磁开关的门拉手 开门更加优雅 同时它这个门的这个角度 是可以停在任何一个位置上的 假如以前门会有一些限位 一个档 两个档 三个档 那它现在不仅有限位 同时对于任何一个角度 都可以进行一个限位 你看 所以开关的时候就更加的放心了 会刻到旁边这个别的车辆 往车尾看 在尾灯样子上 其实可以看到上一代CT6的影子 这属于是一种传承 那这次整个车尾的坡度更大了 可以说让一款中大型轿车 多了几分运动感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凯拉克的车型 都是一般都是抢中历史尾灯的 为什么 因为在当年 咱说五六十年代 那时候就是凯拉克美奇车 比较流行这种传型车 它就是把车尾做成那种 跟鱼尾奇一样历史的 所以这种风格也是 到至今的一种传承跟演变 看看后备箱空间表现 电脑后备箱 这个是没有意外的 整个空间够宽敞 另外你看这开口 我觉得这个幅度还得比较大的 所以咱们装的物品是比较轻松的 它会把连接机构 设计在整个内扇板的里面 就不会影响你盖盖的时候 里面的物品了 同时因为没有备胎了 所以在隔板下面 它是有额外的储物空间的 提升了储物能力 在灯光上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侧面 这里还有一个点亮的小灯 这里面就是凯拉克的logo了 咱说在侧面的灯光 一般是美国的法规 会要求在侧面一个 边灯的一个点亮效果 但是国内法规并没有要求这个 但是好看对吧 看看车内 然后车内 这次全新CT6的内饰变化 也是非常明显的 现在这块33.8英寸的曲面屏 分辨率达到9K这个级别 轻易度则定不用担心了 而且车机这边 它是骁龙8155的芯片 从反应速度 手感讲的话 都是非常快的 手机互联工的 不用担心 都给你安排满了 没问题 我们这款车 肯定是顶配版本了 因为通过放盘 这个位置就可以判断 它是带超级家人辅助的 所以只有顶配 应该才会有这个配置 它还配备了全台的态度显示 所以说配置方面基本拉满 我比较醒的是 它保留了空调的实体按键 用起来更加方便 而且这种机械感 非常好听 我觉得很有质感 方便的手感也是不错的 很多功能 它保留了实体的按键 也保留了这种触控的按键 但是触控按键 你按下去之后 它有一个振动反馈 手感挺好的 换挡的方式 变成了怀挡 所以这种风格 感觉就是找到了 当年美食车的感觉 对吧 怎么换挡呢 相应以博动 然后去换到你相应的档位上 就这种感觉 还是挺美系车的 再往下看 就是整个内饰的颜色了 我刚刚看到官方资料 这次全新CT6 它除了这种黑色 米色内饰之外 还提供了一个红色 这个官方叫文艺复兴红 这种颜色 我觉得很有当年 五六十年代 美式豪华车的感觉 同时在细节上 纹路上也能看到 这种微型顿的这种样式 然后看来有一个白色滚边 真的很复古的一个造型 日常操作方式方面 做了一些调整 它把座椅的调节功能 放在了车门板上 这样做完之后 一个是可以让座椅变得更宽了 所以你坐进车内之后 感觉这个座椅的 更宽更舒服了 有点美式搭上发的感觉 另外 之前很多朋友都说 戴着名贵手表 在这儿 调作也容易划伤了 这次就不用担心了 那这款车 功能上 像包括了按摩 加热 通风 这些配合都是齐全的 再往下看 是一个15瓦的手机 无限充电 同时 它内饰也搭配了很多的木纹 内饰 这都是石木的 这个木叫白树木 这种木头 在这种中高档 家具里面是比较常见的 那这种树 要长到四五十年 才能成材 所以这种细节成本 还是付出挺高的 行吧 关于前排的样式 配置就了这么多 咱先看看空间表现 我现在把座位调到最低了 这是我的价值位置 没问题 你看头部空间 基本能给到四只的余量 这是不用担心的 我觉得这个级别的车型 关键在于后排程度感受怎么样 咱们看看 来到后排 关于腿部空间 我觉得就不用展示了 轴距超过三米一的车 基本就不用担心空间表现了 头部空间表现 我觉得还可以的 这个余量还是有的 刚上下车 发现一个细节 它车外 是个电磁开关的方式 其实车里也是 这个拉手 往上开到一定角度之后 就可以打开车门了 同时你再往后拉的话 是机械结构 这个设计还是挺巧妙的 开门都可以很轻松 很优雅 中间凸起是必须的 因为它是一个纵制放弄机 后驱的一个结构 所以说 很多人对于豪华车的基础认知什么 就是第一 你要是纵制放弄机 第二要有后驱的结构 那恰巧这两项ZT6都有了 整个座位说实性真的很好 非常宽大 同时这个辐射也很宽 你看这个前面是背架 背架采用一个伸缩的形式 所以并不会影响整个扶手的长度 可能有人会说 后面没有中央头枕 但你想想 ZT6一般情况下 中间会做什么 肯定不会 对吧 后面肯定是两个正好人物 坐在后排 中间你要让这个人坐之后 它会骑在鼓包上 其实也并不舒服 所以做四个人挺好 配置方面基本拉满的 你像后排的空调控制 USB接口 基本都有了 这次全新CT6 我觉得它整个内饰变化 还是非常彻底的一个 又有更好的科技感了 对吧 同时这个配色 也让它带来更多优雅的感觉 那动力方面 从28T的尾标 包括之前发布的信息来看 它应该还使用的是那辆220T 无论增加放行器 237马力 同时体配11T变动箱 至于开会怎么样呢 有节目试驾之后 就跟大家聊一聊 那刚才我观察了一个细节 那怎么看 一车设计的够不够安静 你像全新CT6 它的前排车窗 在了双层隔音玻璃 那同时后门 单密封条就有三层 所以我觉得这车的整个隔音效果 应该是很不错的 它还带了这个主动降噪功能 这次音响用的是AKG的一个扬声器 AKG是一个奥地利品牌 也是多年专业做音响的 所以这块我觉得应该表现不错 到时试驾 咱们好好感受一下 那全新CT6 这次我觉得从外观到内饰 变化非常大 就去内饰方面 从科技感 档次感相比老板来说 是有很大提升的 对于这款车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让我更期待后面它的试驾表现了 请问咱们今天关于 全新CT6就聊这么多 还想观众哪些新车呢 评论区留言 我是原路 学生问题 来找我